大家好我是Nabi 為什麼今天是戴著毛帽呢? 那是因為我為了這個影片 已經兩三天沒有洗頭髮了 所以裡面非常的油 然後甚至可能會有一些頭皮屑 那個為什麼兩三天不洗髮 就是因為我要跟大家一起染髮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染髮有什麼稀奇有什麼好拍的影片 但是呢 因為這次我要用的染髮劑台灣目前沒有很多人在賣 但是它是韓國之前已經流行一陣子的布丁染髮劑 那我聽說看韓國的那個neighbor上面很多人評論說 它的顏色非常非常的顯色 而且很好看 而且非常好上色 所以我就很好奇 我就請韓國代購幫我買了兩個顏色 那今天要染的這個顏色呢 是我上次PO在臉書上 然後大家喜歡我選的 那它這個顏色就是灰粉色 所以呢 如果你很好奇說布丁染髮劑到底染出來會是什麼樣子 或是說怎麼使用 甚至說假如說你可能不太會自己沾發 想要知道到底有沒有一些小技巧的話呢 你一定要看這個影片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呢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布丁染髮劑裡面有什麼樣子 除了剛剛它內核裡面的內容以外 我自己習慣染髮的時候都會使用的其他東西 首先呢 那就是保鮮膜 那保鮮膜其實 有人建議是說用 有人建議說不要用 那我覺得就是看自己個人的習慣 那其實我通常自己染髮的話 我都會用保鮮膜包起來 是因為我很怕一些染髮劑到時候會滴下來 那再來呢 因為我頭髮要分區嘛 所以我也都會習慣是用那個綁頭髮的 上去 綁頭髮的髮圈 然後把它分區以後把它綁起來 那再來是 我還會特別準備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 應該算是我染髮必用 絕對要用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這一罐 這一罐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我在美國的那種 Sally's Beauty 就是有點像是台灣的那種 美容材料行 比如說皮膚上 碰到任何一些染劑的話 你可以滴一滴 在滴幾滴 然後在那個化妝棉上 它馬上擦 就會擦得掉 不管它是乾的 還是濕的染劑 任何情況下 它都擦得掉 那如果你沒有這一瓶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在 上染髮劑之前 先在你的皮膚 可能常常會碰到的地方 的部位 比方說我額頭的髮劑線附近啦 耳朵啦 下巴這邊 可以都上一些凡士林 或是一些乳液 讓之後染髮劑 比較不會染到這些部位 那之後擦也會比較好擦掉 染髮之前呢 我要先把我 兩三天沒有洗的頭髮 把它梳筍 那其實我自己在染髮的時候 我都會盡量 兩天不要洗頭 染髮之前 讓皮膚 它會自然的 那個分泌的油脂 可以再做一層保護 這邊有分兩劑 你把第一劑第二劑呢 把它倒進去以後 混合 怎麼混合呢 左右搖 搖到它 你覺得它裡面變成 有點像是布丁那種 果凍凍狀以後 就代表是好的了 這是第一劑 現在我就要把它倒進這個容器裡面 再來我要把第二劑也倒進去 其實它這樣子光這樣看啊 它的料好像還蠻多的 倒完以後它就會呈現這樣 那 就把它附的蓋子蓋起來 鑽緊 要聽到這樣卡的一聲 我剛剛聞了一下 它如果你仔細聞的話 它的味道有一點點像是 很多很多酒精的味道 那現在弄好以後 我們就來染髮吧 那通常我自己在染髮的時候啊 我都會習慣先從下面開始 那現在就讓我們等大概四十幾分鐘後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呈現出來的效果怎麼樣 那現在就先給大家看一下 染完出來的效果 我自己實際這樣子看 就是在燈光下面看 我覺得跟這個顏色有一點點差別 實際上染出來有點像是霧面的紅棕色 但是因為那霧面的效果 可能真的要在太陽光底下才看得到 藥水的味道 那臭味啊 其實不會有那個日本小布娃娃 或是說日本的歷節染髮劑來的臭味 呃也不太會低 而且像我剛剛那樣子一碗的量 其實我大概用大概一半 就已經染完我圈頭了 呃這一罐的話 我跟韓國代購買 我記得才兩百多塊 反正它蠻便宜的 就是以一般開架的染髮劑來說 它算蠻便宜 呃但是我覺得效果還OK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人家染那種藍色啦 綠色效果都超好 所以之後我也會再去買一些 比較特殊的顏色回來試試看 但是就這樣子第一次染的效果 我覺得是還蠻均勻還不錯 那雖然沒有到我真的想要那種很霧面很灰的那種感覺 但是以這樣子的呈現出來的均勻度 然後以那樣的價錢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 呃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你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你之後還想要看什麼其他內容主題的影片 你也可以在下面資訊欄 或是上我的Facebook粉絲團 微博 優酷 土豆 找任何找到 還有Instagram 任何找得到我的地方 你都可以上去跟我聊聊天 那就希望大家喜歡了 下次見 掰掰 掰掰